新北市卫生局统计 新北市去年度国小一年级学童取齿率高达56% 也就是说每两位国小一年级生就有一位蛀牙 不要小看蛀牙的严重性 学童蛀牙要是缺乏妥善的治疗 除了牙痛难忍之外 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蜂窝性组织炎 导致无法正常进食 为了顾好学童的牙齿 新北市卫生局结合牙医师工会 要来为孩童们顾牙齿健康 四月份通通免收挂号费 将来对整个偏乡还有对弱势的小朋友 我想他可以直接做到第一线的照顾 那车子可以到的地方 那基本上只要配合牙医师 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服务 那整个的对弱势跟对偏乡之举的照顾 其实是更直接更直接 其实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小朋友的整个健康 其实牙齿的健康对小朋友影响非常的大 那我们对偏乡地区的孩子 透过巡回医疗的一个方式 也结合我们牙医师工会 对偏乡的孩子 现在这个一年大概有四五千个孩子 可以受到更多的照顾 那我们今年又扩大 那希望所有的偏乡孩子 大家都能够在牙齿健康上面 透过巡回医疗跟巡回医疗车 能够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 另外针对偏乡医疗国际符轮3490地区捐赠 口腔医疗巡回车 提升移动诊间 新北移动行动医疗服务功能 克服偏乡地区就医的不方便 同时在平西市办 牙医师到你家口腔医疗到宅服务 让卧床病人和家属感到更贴心 我们国际符轮我们符轮社友 都有固定做各项的服务活动 这次特别针对我们比较缺少的 我们社会上牙科心肺医疗 而且有关偏乡 偏乡一些还有包含一些比较弱势的 他们比较没办法就医的情况下 来监证这个心肺医疗车 让这个偏远偏乡的地区 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就医的机会 台湾儿童的住室率偏高 也显示出家长对于小朋友口腔 卫生的重视有待加强 牙医师工会提醒家长 平时应检视孩子是否彻底清洁 注意甜食摄取后再次要刷牙 并且每年要进行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 数位天空新闻 半桥报导